季母出境艰难 亲情面临考验 从前的幸福时光 如今却不复存在 追根溯源 矛盾根源 竟是他 一笔赔偿金 断了一家情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年关将至了 家家户户都在 其乐融融的 为新年做准备 可住在运城合金市 阳村乡 西新丰村的张大姐一家 可没有这个过年的 欢乐气氛了 因为呢 他们遇上一点烦心事 人家进了门 我还叫人家一句 人家小明叫嘎子 我还叫人家一句嘎子呢 人家就不理我 都没拿出眼瞧我 张大姐口中的这个人 是他的弟弟张师傅 张大姐说 从小到大 他和弟弟的关系一直很好 基本上没闹过什么不愉快 那之前就是这个家庭关系 也都挺和睦的 对 我妈父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像平常改善生活 吃个啥的 叫上我弟 叫上我 我们两家子都过去 我妈拿吃饭 都挺好的 好好地一家人 怎么会闹翻呢 这时张大姐告诉我们 他们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 张师傅并不是他的亲弟弟 我爸跟我妈是二婚 我是我妈带过来的 她是我妈前一个老婆 是先进行的飞机盒 不生养 她也是抱养来的 原来啊 张大姐的父亲和母亲 是重组家庭 张大姐的母亲 李大娘 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有过两个孩子 儿子留给了前夫 她呢 带着女儿再婚了 当时张大姐13岁 而继父之前呢 也有过一段婚姻 和母亲结合的时候 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 再婚之后呀 张大姐的父母呢 就没有再要孩子了 从小到大 你对这个孩子怎么样 好可以嘛 我对他好的 你帮你到面前 喂喂 他才屋里住 我到他啥锅 才屋里住了二年 他孩子我给他看 李大娘说 再婚后 他一直把张师傅 当成亲生儿子 小时候张师傅淘气 他也舍不得说重话 张师傅结婚后 也帮着他照顾孩子 家庭关系十分和睦 随后 我们走访了几家邻居 了解情况 小的时候 对他好 家庭关系都特别好 对好 从小对他儿子好不好 好 都好着呢 好着 好着 好着呢 我就在好玩 对他孩子都特别好 好玩就在老好玩 邻居们也都反映 从小到大 作为继母的李大娘 对两个孩子的照顾 都是无微不至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一家人 现在的关系跌至冰点呢 张师傅和姐姐 还有母亲 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随后 我们找到了张师傅 了解情况 没想到 张师傅一开口 就对家庭和睦的说法 失口否认 他认为 李大娘对他 根本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好 按张师傅的说法 他和继母还有姐姐的关系 谈不上亲近 但也还说得过去 可是 他们一家人 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都没有发生大的矛盾 人和 现在张师傅翻脸不认人呢 张大姐说 这一切还要从他们的父亲去世 开始说起 张大姐的父亲 生前一直在村子里的 一家企业上班 2018年底 张大姐的父亲 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 从那时起 身边就一直需要人照顾 到19年的12月份 家里头没人 我爸一个人 又在家里头摔倒了 然后等我妈回来的时候 发现人就不行了 父亲的意外去世 给这个家 垄上了一层阴霾 由于是上班途中出的事 企业当时答应 赔付33万元的赔偿金 经过村委会和企业协调 人家企业答应 给那个赔偿金 还有那个 就是 所有所有 给了33万 在村委会的协调下 李大娘 张大姐和张师傅 商量出了一个分配方案 我爸当时让我给他 装修这个房子 说是让我把钱先垫上 一共我颠付了8万块钱 就等于下来 一共是我妈12万 她13万 我们了解到 协商的结果是 张大姐分得赔偿金8万元 李大娘得12万元 张师傅得13万元 三方进行了口头约定 并没有签书面协议 在赔偿款的分配问题上 张大姐张师傅和李大娘三方 达成了共识 第一次协商了以后 三方都同意了吗 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 然后才去那企业拿的钱 当时村委会也在场 村委会有证人在场 对 关于赔偿方案的协商 张师傅也回应 他当时也是同意的 他说你们都同意了 同意了 本以为赔偿金 很快就能到各自的账户上 可实际的情况 与计划大相径庭 当时我们去企业的时候 老总不在 钱就没下来 过几天的时候 钱下来了 然后打到我弟那卡上 我妈找我弟要呢 然后我弟就说是 人家存死期了 是人家怎么怎么的了 反正就是不给 说是让我妈找村委会去 回来的时候 那个钱打到我小舅舅留下之后 人家现在不是就一直没有给钱吗 张师傅当时明明也同意了这个分配方案 为何中途突然变卦呢 说到这儿 张大姐几度落泪 向我们诉说心中的苦楚 张师傅前后态度的转变 让张大姐十分痛心 然而张大姐说 弟弟之后说的话 让他更加难以接受 村委会把我弟也叫来了 我们三方又当面 他就当面就骂我妈了 他跟他媳妇 张大姐的父亲刚刚过世不久 现在这家人呢 却因为这笔赔偿款 产生了难以调解的矛盾 那么张师傅呀 到底为什么不按照当初的约定 把钱分给自己的姐姐和母亲呢 他真的有过要把母亲赶出家门的想法吗 他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有自己的苦衷呢 适合情况 让村委会难以协调 我现在进入这个村委会现在二年 我当二年挑战委员会主任 第一种碰到这个事 母子不和 背后竟另有引擎 他还一个人是在买 比他还一个人是在买 一笔赔偿金 断了一家情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李大娘今年65岁了 身体状况呢还不错 平时种种地啊 打打零工什么的 自己呢也能照顾了自己 他说呀 当时呢自己也问儿子要过这笔钱 可这儿子呀 说成什么也不把属于他的那份钱给他 李大娘改嫁时 张师傅只有六岁 李大娘觉得 从小到大自己对妻子的照顾无微不至 可现如今张师傅对他的态度却是这样 让他十分失望 对于妻子的行为 李大娘也向村委会反映过好多次 其一是想把属于自己的钱要回来 其二也是希望能解开母子俩的心结 随后 村委会副主任张正芳 也向我们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在中间把那个钱 就是没人拿的时候 我都分配合着 没人拿的时候 干嘛给他拿走 结果人家路中不在 就没钱从事 他们三个人就都同意 打到他弟弟名下 结果打到他弟弟名下 以后他弟弟把钱拿走 是不给他们两个分配 对于这样的情况 村委会副主任张正芳表示 他调解了很多次 但实在有心无力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张师傅不愿意和姐姐母亲 按当初商定的那样分配赔偿款呢 张师傅对于李大娘和张大姐的说法 并不赞同 张师傅说 他当时呢 原本是想按照计划好的那样 等这个赔偿金下来 然后呢 各把各的钱拿走 但李大娘后来提出 要把这些钱呢 全部交给他 之后啊 再由他来分配 这下呢 张师傅可就不同意了 他觉得是李大娘出尔反尔 没有遵守约定 最后因为双方谈不拢 这个赔偿金呢 就一直在张师傅的手里 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分配 听到这儿呢 我们也都明白了 这家人之前一直比较和睦 即便是有些磕磕绊绊 可是二十多年的感情基础呢 还是在的 大家都不愿意 因为一笔钱 就闹得不相往来 所以呢 我们也安排双方见了面 希望大家呀 能够当面 把误会和心结都打开 之后 大家来到了村委会 哎呦 一见面呀 李大娘呢 就先表达了 心中的不满 我一年不生一年 我快留七十年了 我一年不生一年 他不给我走 我这时候就知道 对于分配赔偿款的问题 三方一直谈不拢 来到村委会 李大娘和张师傅 为此几度发生激烈争吵 你问你 你怎么开 我说你怎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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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再三询问下 张师傅终于吐露心声 告诉我们 他不愿意一次性 给继母这么多钱 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原来张师傅一直担心 如果把父亲的赔偿金 分给李大娘 李大娘转而就会把钱 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无论如何 张师傅不应该 以任何理由 把属于姐姐和母亲的钱 攥在自己手里 其实事到如今 无论是张大姐还是李大娘 他们都不愿意 站在张师傅的队里面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也难免会产生摩擦 他们还是希望 一家人能像从前一样 和和气气 一家人 我们都希望 大家能心平气和的解开心理的矛盾 不要因为金钱 而冲淡多年以来的亲情 随后 我们的记者 也对李大娘和张师傅 进行了劝解 双方争执不下 场面陷入僵局 从小到大 李大娘对张师傅 一直照顾有家 于情于理 张师傅都不应该 因为一点赔偿金 这样对待继母 听了我们的话 张师傅沉默不语 随后他告诉我们 他并不是不给继母钱 而是要以分期的方式 慢慢把赔偿金给继母 矛盾重重 一家人能否重归于好 如果说是我爹 他实在是那个 就是不还钱的话 咱们还是要走法律程序 法院的判决 为何难以执行 就法院是现在就是 人家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一笔赔偿金 断了一家情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张师傅表示 他并不是想独占赔偿金 而是要把属于 李大娘的那部分 分期给他 原来2020年7月份 张大姐和李大娘 一纸诉状 把张师傅告上了法庭 法院受礼后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 张大姐和李大娘 终于等来了 法院的判决书 在判决书中 法院认为 第一类 一次性赔偿 张师傅的父亲 生前产生的医疗费 护理费 务工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合计26万元 综合考量 该部分款项扣除 已支出的5万元医疗费用后 剩余的21万元 由原告李大娘 继承45% 原告张大姐 继承20% 原告张师傅 继承35% 第二类 鉴于张师傅的父亲 不幸过世 一次性补偿 原告李大娘 原告张大姐 被告张师傅 12万元 该部分款项 由原告李大娘 分割40% 原告张大姐 分割25% 被告张师傅 分割35% 李大娘合计分割 14万2500元 张大姐 7万2000元 张师傅 11万5500元 很显然 张大姐 对于张师傅的 这种分期给钱的方式 是不满意的 咱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 咱们现在打心里头 还是想是私下解决 但是如果说是我爹 他实在是那个 就是不还钱的话 咱们还是要做法律程序 让法院强制执行 看法律 法院有个什么手段 据张大姐所说 法院在强制执行期间查询到 张师傅的名下 已经没有有价值的财产了 他们担心 时间会越拖越久 针对这种情况 从法律上讲 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吗 是这样 也不用担心啊 法院如果查询到名下 没有财产 那你申请执行人 可以去收集一些 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主动提供给法院 比如说他最近 有没有大额的消费了 有没有过买房 买车等等 都可以提供给法院的 一家人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如今呢 虽然维系两个家庭关系的人 已经过世了 但长久积累的亲情 可还在啊 希望张师傅呢 能够尽快执行法院的判决 也希望他们这些年的亲情啊 不要因为时间和金钱而褪色 我给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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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